罗东镇长吴秋林与代表会等多位代表 于罗东镇光荣路桥前召开记者会 说明自去年12月24日 光荣路桥桥下发生火警后 委托台湾省结构纪事工会 鉴定路桥桥梁安全 在接获报告后 吴秋林镇长宣布将阶段性开放 26公吨以下车辆行驶四线车道 有的大货车 还有我们的大货车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连结车的话呢 我们就请他不要上去了 所以为了桥梁的安全 当然我们还是会持续的 让整个的我们争取军费 让所有的结构能够安全 才能够完全的开放 所以在这段时间 希望说还是希望 大家的用路能够安全平安 造成各位的不便 在这边至上最大的一个歉意 因为造成不便就是这一两天 会有一段时间会没有办法 一向没有办法行驶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麻烦各位 那也麻烦我们的这个里长 能够做 帮我们做宣导 罗东这名代表会都为代表接获陈情 虽然民众多半希望早日开放大型车辆行驶 但基于安全考量 请超过26吨以上大型沙石车等驾驶人留意 小心驾驶 这条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这道路当外观道路是连路 我们塞边那边顺床路跟公共连路 连街山 所以说这是来往的财用非常多 可以说这厨工作 为了考虑行车的问题 所以特殊在这两天当中 牛车西富然调 调开后就通行会更顺畅 在这里希望大家修行民宿保持高中安全 罗东镇公所公务客也表示 在3月15 16日两天 会进行光荣路桥 桥上的纽泽西护栏移除工程 届时现场将有交通管制 请民众选择其他替代道路 或留意开放时间 我们原则上会在下礼拜 礼拜一礼拜二 15 16号来做纽泽西移除的部分 那当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会先进行北上的 15号的部分 来做北上的部分 我们会先来管制这边的 这里设置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点 那来移除北上通道的纽泽西护栏 那礼拜二的部分 在移除南下的时候 会在上桥头的这部分 来设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点 那来移除 纽泽西护栏 那预计两天的时间 将所有的纽泽西护栏移除完毕 那影响交通的部分 再请用路人多包涵 罗东镇公所全额负担火灾发生后的 相关安全措施 与交通管制 与交通管制 人力资源 希望往来罗东 东山 三星等地的乡亲 都能够有更顺畅的道路 并且配合车辆重量限制 行驶规定 给大家一条安全的路桥交通 就能够有更多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感谢